第30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在台北世贸仪馆隆重登场 今年一共汇聚了146家展商 包括77家国内画廊和69家国外画廊 不但突破去年展商数量 更使用了历届以来最大的展场面积 不过今年真的不容易 今年因为30年其实我们很早就启动了 所以今年的所有展场里面 我们有来自东北亚东南亚 两个区块都来了 全部的画廊也都支持这一场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产业要自救 区域要自强 我希望艺术东移 因为曾经东方也曾经樊樊掛 所以艺术东移我们整个会有一个未来 应该用东方的美学 东方的哲识来想艺术品 主办单位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表示 迈入30年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将以亚太画廊联盟主席国的地位 将东方艺术推广到国际 并且推动艺术产业的永续发展 尤其在MIT新人推荐特区当中 今年获奖的青年艺术家 充分呈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特色 我们最近所提出来的黑潮计划当中 四年一百亿或者行政院的支持当中 其实大家不知道当中 其实还有所谓视觉艺术的环节 其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有关于 视觉艺术的产业 以及如何支持我们台湾 不管是年轻 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重视在 这个中壮年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跟我们 所有参展的我们的艺术 以及艺术产业的好朋友 一起来磋商我们未来怎么样 再让台湾更进一步的国际化 2023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从10月20号到23号 在世贸仪馆盛大展出 见证30年来 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为台湾立下艺术领域重要的里程碑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